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那今天这个盘其实 大家会觉得很恐慌 可是我觉得这个盘机会来了 我昨天跟各位讲 虽然指数昨天只有小跌二十几点 可是因为台积电涨十一块钱 你拿掉台积电之后 这个大盘差不多跌一百点 那今天加权股价指数 盘中最多跌了一百零六点 虽然中场收盘是跌六十六点 可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盘其实是把融资余额 以及一些个股的筹码 做一个清洗 所以如果现在你是空手的 或是你有现金 你想要来赚钱的 你真的机会来了 来我们先看 大盘我讲 最近我有跟各位讲过 散户完全没跟上 完全没跟上 你看融资余额就知道 这个骗不了人的 这个融资余额是这样子 还在低档区 那为什么这个指数 一路这样涨涨涨涨涨到这里来 很简单 外资就是买台积电 买联电 买中钢 买金融股 把指数垫高 那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拉这些全子股 可是指数的部分 这一次只要你不是去做 期货放空的 你大概 你可以好好把握下次的机会 为什么 我讲 其实大盘在这里 我认为下方的际线支撑确认了 确认了 这一点很重要 那17643 被外资拉过去的可能性会大增 17643就是在这里 这个位置 这个颈线位置 所以从18034 你看 从18034跌下来 那你看 这个地方融资有稍微减一下 这个是什么时候 这个跌破际线 有没有 第一次跌破际线 这个融资稍微减了一下 然后往上弹 再往下刹 有没有 你看很多人都卖到低点 你看那融资有没有 一路减 一路减 融资都卖到低点 那现在融资有还在这个滴水位 它没有上来 所以代表个股方面的筹码 其实你只要短线跌深了 它随时就有一个反弹的一个契机 这里 这个机械的资深 我个人认为这个资深 应该是确立 应该是确立 除非一个条件 今天有人讲说 是不是本土疫情 对不对 最近这两天 新北幼儿园 对不对 还有桃园的长荣基斯 这个Delta病毒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指数又要跌了 大盘又要跌了 不是了 绝对不是了 绝对不是了 所以我个人看法 不会是受疫情影响 那如果说疫情 不会来去干扰台北股市的话 那我跟各位讲 台北股市在这里 季线的支撑 大概是确立了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 你手中有没有现金 进场低接 你手中有没有现金 进场低接 这点很重要 好 那这一波 不管是18034 撒到16248 还是说从16248 再谈到17000点 谈了1200点 赚钱的 还是会赚钱 只是赚多赚少而已 那你赚不到钱的 还是赚不到钱 你是哪种人 先问问自己 为什么这一波都没有赚到钱 对不对 一急杀 一害怕就停损 一涨上去 一过高 就开心要追 还是前一波 你股票追到高点 然后你来不及卖 或是舍不得卖 或是你的老师根本没有带你卖 然后套到高点 还是说你在底部去放空 就拉了1200点 你股票涨了1200多点 你还赔钱的 还被擀空的 这个盘其实没有很好做 如果你是跟一般人一样 这样子追高 那一定杀低 这个金融跌停板 今天跌停板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增状 昨天还创新高 前天涨停板 我说一样是做金融 你跟着我 我带着你做 对不对 你不敢买的时候 我带你买 你老师 我最近都没有赚到钱 一急杀就停损 我买手骨炮 我等减套 我说你来 我先带你一档 有没有 我先带你一档 先坐再说 好不好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不对 那9月1号买完的时候 不是轻轻松松的 就拉涨停吗 是不是 先带你一档来做 涨上来 179块钱 震荡压低 那个盘中的当冲 是很剧烈的 你不会做自己 真的不要乱做 很多人说 老师你给我股票 老师 我自己会看线图 老师 我自己有软体 老师 我自己有其他的 怎么样 股票的 群组 很多人 在赖上面 传来传去的 有没有 今天什么什么股票 带你大赚20% 那下一个什么 来电加赖 什么东西的 那一大堆这种的 你跟的那些有赚钱 你跟的那些有赚钱 不是都追高杀低吗 不是吗 那些软体都是 那些赖 那些群组 叫你买 178 179 买不对 对不对 他自己先杀 你被当冲掉了 你被人家当冲掉了 对不对 那你跟着我先买 你跟着我先买 你不用担心被人家 怎么样 割韭菜 你不用担心帮人家抬轿 是不是 我跟你讲 我都带你做他 红盘第一档 金鸿昨天涨停 今天再创新高 你买进20张 已经算28万了 你们去加入那些付费软体 不是付费软体 加入那些免费的line 对不对 不是把你洗去 当成韭菜割掉吗 你想到哪一种人 你想到哪一种人 拉上来再追 是不是 掌停板 拉上来再追 那天很多人都跟你讲 金鸿很棒 大赚 大赚 你大赚 我就出给你 君侯全是获利入贷 什么叫操作 什么叫操作 你是哪种人 掌停板去追 对不对 我这边获利入贷 请问你 请问你 股票很好做 来到支撑 压下来支撑 下去买 上去掌停板 上去创新高 你赶快出掉 你放心 会有那种当冲的 帮你把股价打下来 打下来再接 是不是 赚钱是不是很轻松 你跟这个宇哥 赚钱是不是很轻松 请问各位 那这个行情最怕什么 死多头 一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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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今天震荡 给你砍砍砍砍砍 或者过两天再砍 你死多头 赚一只鸡 没有行情 乱停损 撩 撩一只鸡 宇哥跟你讲 创围叫你小心 拉高 我说你小心当成韭菜 我说小心变成第一档 当冲处置骨 当然 会不会当冲处置骨 我不知道 那我只知道一点 死多头又去追他了 死多头又去追他了 当初在这里卖航运股的人 航运转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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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高点 不是跟今天一样吗 昨天很多人跟你讲 无脑投资 卖长荣 卖阳明 卖万海 你卖掉长荣 卖掉阳明 卖掉万海 万海今天涨停板 长荣今天快涨停 阳明今天快涨停 你昨天把航运股卖掉的 你去换什么 2303联电 人家跟你讲 无脑投资 卖航运 去换金元双雄 5347 世界先进 世界先进有拉上来 不错 你卖掉航运了 今天怎么办 那么讲 你这里追 这里停损 然后看他创新高 又追 结果呢 今天呢 结果呢 结果呢 我坦白来讲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如果听到那些 那些人 你如果听到我在这边 跟你大声疾呼 叫你不要跟着死多头 去乱追 乱杀 那你还去追的 我坦白来说 你当然赚不到钱 你出掉之后 你获利出清 你空手了 机会就来了嘛 对不对 他股市其实操作怎么样 有人看多 有人看空 OK 我们都尊重嘛 可是 这个行情里面 不怕死多头 因为死多头 你一直做多 没关系 反正在很多人 很多人在节目上面 你每天讲多 每天讲多 总会讲到怎么样 强势股 创新高 涨停板的 后面一堆死掉 根本不管 可是最怕是什么 你跟了那种 原来是死多头的 后来变成 假空头 为什么 因为前面赔太多了 赔到受不了了 一推 二五六 这个行情太差 全部卖掉 因为怎么样 要崩盘了 结果呢 空在低点 追到高点 空在低点 再追 市场永远不缺 死多头的人 因为做多 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都 大家眼睛都看着 涨停满 创新高的股票 那我问你 那你该卖的时候不卖 你哪有钱买 那你该买的时候不买 这边停损 这边你有钱追吗 你卖在这里 你这边买得下去吗 来 你跟着雨哥 雨哥带你 试驾买进安国 9月1号 老朋友 先帮你一档 在这里整理完毕 9月1号买 2号涨停满 你看见没有 9月1号买 2号涨停满 你们要做哪一种人 亲爱的老朋友们 小资族或是菜兰族 各位大姐妈妈 阿进 阿姨 你们的辛苦钱 我只说一句 我只说一句就好 你跟着我9月1号 我带你买安国 9月1号 9月2号涨停满 我请问你 你们要跟谁做 你说老师啊 我想今天买今天涨停满 我赚一块我也送 这样我没话说 你如果想要赚点满 你要跟着雨哥来做 9月1号先买 买完轻轻松松 等涨停 看你是要买菜 娶孩子 娶孙 你自己上班 还是你自己去做 别的股票都可以 那这档股票 你跟着我带你赚钱 我带你赚钱 带进一定带出 礼拜五 卖在57块7 来 9点13分 安国全部大赚获利入贷 卖在57块7 老朋友们 我说的对不对 我说的对不对 亲爱的 我讲的对不对 是不是 这样子机会又来了 这样子机会又来了 所以我说 我今天不管怎么样 你要赚钱 就像这样子方式去做 你一档一档 放在口袋里面 你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 你的财富 好不好 你慢慢累积 把你之前套住的股票 把你之前 因为你跟着别人输的股票 你慢慢从我这边 我来帮你赚回来 老朋友小蜘蛛 我与你们同在 有时候我真正很感受到一点 很多那种无助的时候 你知道吗 求神祷告拜托 为什么 因为他们希望有人能够真正帮助他 那在股票市场里面 我就是低买高卖 带你怎么样 慢慢累积 因为现在的行情 不是说给你看到一个大波段的行情 马上大波段了 现在没有 现在是要怎么样 一步一脚印 慢慢累积 一步一脚印 慢慢累积 有没有看见 要这种方式 对不对 所以宇哥告诉大家 那在这里 机会又来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 大家马上回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其实我觉得现在 各位听我一句话 现在绝对来得及 好 你前面没有做到的 没有关系 你只要观念正确 你现在都来得及 真的现在都来得及 就是我常常跟各位讲 你前面做错不代表你未来一定错 你只要把观念改掉 把观念改掉 是不是 我说 老朋友小资族们 你说这些高价股 两三百块股票 对不对 那不是有人愿意买 那中低价位十几二十几块股票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吗 你只要张数够多 对不对 张数够多 三万张 两万张 一万张张数够不够 可以 安基 那你二十几块钱的股票 老朋友小资族都可以来体验 对不对 你不需要一档股票就翻身 可是 我会带你买 买好 买满 再买 再买 整理完毕 整理完毕 再买 当你买好买满的时候 股票开始上去 当你买好买满之后 股票开始上去 当你买好买满之后 股票开始上去的时候呢 你获利倍增 你获利暴增 你懂我意思吗 老朋友 小资族 五千 八千 九千 一万张的成交量 不要多 我们说你一百万的资金 两天的时间 你来试一档股票 不要讲试 我讲试一档股票 对我而言 对我而言 我觉得是一个侮辱 我准备好了给你的好菜 所以我才叫你买好买满 才会怎么样 再涨停 两天两只涨停板 买好买满 冲新高 老师啊 昨天开高震荡 走低啊 今天再杀 创新高 我带你做什么 我带你做什么 看一看 九月六号礼拜一 全部获利出清 看见没有 股票自己不会做 真的不要乱做 不要看着我的股票 跟着做跟单 我讲白的 不要乱跟单 因为现在行情是 你插一个车位 你懂意思吗 你插一个车位 那个冲出去了 我已经冲到800公尺外面了 你还在这里被车卡住 我已经获利入带了 6174 我没看 今天怎么样 6174 下来 不是吗 几乎每一档 我卖掉都下来 8050安国 不是吗 我说的对不对 亲爱的观众朋友 安国 安国 涨停板那天 礼拜四那天 9月2号那天 大家都很开心 谁最开心 9月1号买的人才开心 9月1号买 买安国 9月2号涨停板 1号买安国 2号涨停板 3号获利出 出哪里 来 9点13分 出哪里 出哪里 9点13出在哪里 安国 57块7出掉 杀到50块5 差7块钱 你要跟谁做 请问你 你要跟谁做 你要跟谁做 我这都来不及讲 这个通家来不及讲 对不对 时间的关系 我觉得 今天拉回是一个机会 有很多股票 它已经打到支撑了 你千万不要乱卖了 但是你不要自己乱做 好不好 你像如果像我一样 获利出清 你机会又来了 那如果没有呢 没有关系 宇哥在这里告诉你 好不好 100万资金 做一档 我亲自通知你 你认同我的 打电话进来 我不要你帮别人抬轿 我要你来 我们买 上去 市场自己会来抬 一档就好 100万资金 来 你愿意的 你认同我的 拿100万资金 我带你这档股票 我亲自通知你 好不好 安国金红安基 你看到了 全部获利出清 机会又来了 要赚钱 就是现在 来 100万资金 跟着我 宇哥 亲自通知你 祝大家操作顺利 投资人 以独立判断 现实评估 硬自负投资风险